1月13号的尾牙妈 我帮您确认一下 饭店柜台电话人员一通接着一通接 疫情趋缓 民众出外用餐的意愿大增 在这上年底 公司行号尾牙聚餐旺季 已让饭店人潮快速回归 再过几个月就是吃春酒和尾牙的旺季了 公司行号如果还没想好到哪庆祝的话 手脚就得加快了 因为像是燕味天音厨的定位非常踊跃之外 还有像是这种包厢式的空间定位也超过八成 大仓酒和饭店味牙定位强强棍 以这间中餐厅来说可以坐满100人 味牙春酒价格平日一桌21000再加上10% 假日则是25000 早在9月中定位旧快客满 也有公司改选择buffet 但食材成本提高 饭店也不排除之后调整价格 食材成本成长是事实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12月有在研绎是否要调涨 但是目前我们线上旅展的部分还是维持原价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 换句话说 想减贫宜最好还是抢旅展餐券优惠 其他饭店尾牙和春酒定位也踊跃 像是军越饭店中餐厅和海鲜餐厅 一桌价格18800 还送两瓶红酒 包厢订满8成5 精华酒店价格15800元起 假日客满平日订满8成 也加开微型春酒尾牙两桌就开订 天成集团旗下饭店 年前假日皆订满 业绩比去年增一成 还有台北喜来登也很狂 一桌15800元起 12月到明年1月 周末假日订满超过9成 疫情趋缓中小企业和公司行号 尾牙春酒再次重启 已让饭店餐饮重新复苏 TVS新闻 这叫张卫先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明天多年 周末 米